四勤高娃是曾经哄遍全国的女艺人 1950年出生在内蒙古的军人家庭 父母都是顺人尊敬的国民战士 在父母的教导下 她加入了军营生活 并且成为了一名军人 至今为止的代表作数不胜数 尤其是出演了《骆驼小字》中的虎妞 让人印象深刻 她一洋一土一眉一丑 每个角色都在她的表演下活了起来 妥妥的老戏骨 就是这样一个人 在事业的巅峰时期 带给了一个瑞士籍华人音乐家 为了移民去瑞士 不惜放弃自己的军人身份 在大家普遍的认识中 军人就是保家卫国的 他们应当是一个国家之中 最爱祖国的人 很多粉丝无法理解 让人愤怒的是 她在舍弃了自己的国际之后 却没有选择离开祖国 作为公众人物 没有做一个好的榜样作用 给粉丝和众人做了坏的榜样 着实令人唏嘘 导致很多粉丝露着黑 想逆着对于她自己来说 也是一个巨大的随时吧 对此 大家这么看的 欢迎留言评论